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天天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 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跟你分享过 我的父亲家族这边的亲戚 他们的关系互动很不错,还蛮亲密的 就在智能手机上面的通讯软体里面成立了群组 他们每一天都会在上面互道早安、午安、晚安 也会关心彼此的生活 如果有不错的资讯,也会跟彼此分享 记得有一次呢,我的大姑姑啊 非常高兴地分享了一个讯息 是去便利商店,只要拿广告当中的这个条码 你可以带着智能手机去给店员看 然后给店员扫描一下 你买的饮料呢,就可以有折扣 那大姑姑觉得这个资讯太棒啦 就赶快把讯息贴在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 可是几分钟过后,我的表姐 大姑姑的女儿就说 妈,你不要被不时的广告欺骗了 这个条码呢,只能用一次 已经没有效果了啊 这个广告呢,哇,已经被大家转来转去的了 大姑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哦,她都不知道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手机里面 是不是也充满了好多好多的资讯呢 关于生活的啦,健康的啦,医疗的啊 或是针对一些有争议性的新闻 哇,资讯太多了,多到很难分辨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有些人甚至会利用这个便利性 散播好多不时广告 或者是会引起恐怖的讯息 以假乱真,让大家悟信 就到处转传了 今天的一子一谈生活 很想跟你聊一聊哦 倘若我们收到这些四面八方而来的资讯 也很想要分享给别人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希望让我们来聊聊这样的话题哦 现在网络高度的发展 资讯快速流通 随手都可以从网络获得各样的知识 但是因为资讯量太大了 难免会混杂错误 不实的消息 如果没有仔细求证 稍不留心 就会成为错误讯息的散播者 严重的还会触罚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好,那么特别呢 是收到讯息的时候 要来培养准确性 什么叫培养准确性呢 有一个绘本故事叫希望王国 谈到在这个王国当中的儿童乐园即将要开幕了 国王就带着大臣啊 要到儿童乐园做最后的审查 可是在审查途中 就发现植物园的管理员没有正确地接受讯息 他不小心地把热带植物种到了夜间寒冷的室外 而这个儿童乐园当中呢 也有很多啊 这个来上班的人啊 在不时的转述之下呢 也在工作当中啊 产生了很多的失误 国王跟大臣就感叹 不准确所产生的缺失 同时 他们也发现自己常常犯相同的毛病 不过 相较于人的不准确 国王呢 却也发现了 宇宙天体的运行 都是相当的规律 而且巧妙 你想 星球呢 同时的运转 可是不会凉凉的相撞 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非常的精确 近一点呢 会太炎热 远一点会太寒冷 因为宇宙天体的准确运行 也让地球适合居住 物产 美妙丰富 国王深深的体会 他也决定要培养准确的习惯 也发现准确 是可以透过不断的练习来建立哦 就像钢琴家 借着每天不倦怠的练习弹钢琴 就能准确无误地弹奏各种的曲子 那么怎么练习来培养我们有准确的习惯呢 对于网路分杂的讯息 我们可以学习一种态度 就是不经查证绝不转传 不经查证绝不转传 比如说网路上常常出现健康的讯息 建议你怎么吃怎么喝 怎么样做可以抗老防癌 但是大多数没有医学的根据 如果不谨慎 随意的转传很容易会误导别人 纵使呢 我们是带着一个有爱的心肠 想说哎呀 这个资讯很好嘛 赶快跟别人分享 但是呢 也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结果 甚至呢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在分享资讯前呢 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们一定要先进行查证哦 在掌握讯息的准确性之后 我们再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这样学习准确的态度 不但能够避免传递错误的讯息 也可以建立信实的口碑啊 让别人觉得我们是能够被信任的 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 常常提醒我们怎么样说话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 耶稣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这个经文呢 其实是耶稣啊 要鼓励我们啊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说话诚实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甚至呢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 那如果呢 传递错误的讯息 没有经过查证 而导致呢 是非不分 就给那个恶者有机会 在无语中破坏了我们的信用 愿上帝帮助我们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将正确合一的资讯 分享给身旁的朋友 做一个准确有分量的人 好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好听的诗歌 有一个盼望 祝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咯 有一个盼望 燃烧在我心 日日夜夜 赐我神明力量 每当我见到 一丝上帝的荣光 去走内心迷茫 在嫉妒里 醉得赦免 在嫉妒里 盼望永远 一生之高 护照和内心心悦 未尊从主之意 有一个盼望 破除疲惫心 在沮丧中 深深安抚我灵 优优独播放